大家好,今天用鸡蛋做一道我家经常吃的美食,味道非常的棒哦,保准你吃一次想着第二次 大葱中间切十字刀,再切成松花,放一旁备用 西葫芦擦成丝,放一旁备用 这是提前抛软的粉条,用刀切成小段 放在一个大碗里 加一勺生抽拌匀,先给粉条入个底味 把西葫芦和葱花也放进来 然后打入四个鸡蛋 加入一勺芝麻香油,适量盐,胡椒粉 放一点点白糖,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程要用小火 平底锅里倒油,模具也刷油 舀一勺淡菜糊,倒入模具内 煎至底面定型微黄,拿掉模具 用铲子折起一半,与另一半重叠 做成饺子形状 再用铲子轻轻压实,然后翻面 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也可以不用模具 一次多倒些蛋菜糊,摊成一张张大饼 味道也是同样的棒 哇,真是太香了 葱花遇到香油,经过煎至散发出的复合香味 再加上胡椒粉的微辣,真的是让人停不了口 并且非常的轩,凉了也不硬 特别适合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 既营养又美味,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你也试试吧